湖北一大爷只是因为在门口小河边捡了一些螺丝,竟然被当场烤走,随后被女法官判刑两个月,还要罚款八千元,把大爷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上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为什么捡个螺丝也犯法? 螺丝是一种很常见的小东西,也是不少最爱吃的东西,还有很多人有着小时候去河里抓螺丝的记忆,可以说这种农村美味是很多人的回忆。 然而在如今这个时代,自己去河里抓螺丝竟然是违法行为。 事情发生在湖北一个农村,那天村子里的老罗外孙吵着要吃个螺丝,老人家对于小孩的要求那自然是尽量满足。 但是老罗跑遍村子附近的小卖部也没有买到一点螺丝,眼瞅着外孙哭得哇哇的。 老罗突然想起村子附近有一条河,那条河里有不少鱼虾,螺丝应该也是有的,于是开着三轮带着外孙就来到了河边。 来到这里后,老罗一看,果然有不少螺丝,于是带着外孙开开心心地捡起来了。 很快老罗感觉捡得差不多了,再多了害怕吃坏肚子,带着外孙就回家了。 回家后老罗撑了一下,已经多。 之后老罗就开始处理这些螺丝,准备给外孙好好做一顿,展示一下自己的厨艺。 然而就在老罗做饭的时候,警察找上门了,他们来干什么? 湖北一大爷只是因为在门口小河边捡了一些螺丝,竟然被当场烤走,随后被女法官判刑两个月,还要罚款八千元,把大爷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上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为什么捡个螺丝也犯法? 就在老罗给外孙做饭的时候,门口有人敲门,老罗过去一看,竟然是两个警察。 这两个警察一进门就询问老罗今天是不是去河边抓螺丝了,老罗当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问题,于是很痛快地承认了。 听到老罗承认后,警方对老罗说你涉嫌非法捕捞,还用了什么禁用工具,非要带他去派出所问话,还直接用手铐给老罗烤上了。 这老罗听到这话后鱼猛了,这自己捞个螺丝也犯法了,这么多年来村子里也没少人去河里捞鱼虾呀,怎么到他这里就犯法了? 老罗虽然纳闷,但还是跟着走了。 很快老罗的儿女就得到了消息,于是赶紧来到了派出所,打探了一番后才得知了具体情况,随后警方表示可以缴纳一万元将老罗保释出来。 在农村这一万元可不是小数目,最终家里人东拼西凑,才把这钱凑出来,但是还没来得及将这钱交到警局,老罗就被带上了法庭,眼前的是一位女法官。 这位法官说起话来倒是一套一套的,什么老罗的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,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等等,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,但是仔细一想又有些不对劲,这一个老头捞点螺丝怎么就对社会危害了? 湖北一大爷只是因为在门口小河边捡了一些螺丝,竟然被当场拷走,随后被女法官判刑两个月,还要罚款八千元,把大爷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上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为什么捡个螺丝也犯法?老罗来到法庭后,直接被女法官扣了一顶危害社会的帽子,让老罗也是很无语,自己何德何能危害社会。 很快就到判决阶段了,最终的判决更是让人大跌眼镜,老罗竟然被判了两个月的有期徒刑,而且还要缴纳八千元的罚款。 不仅如此,老罗还得在公开平台上认错,承认自己的错误,这要是传出去老人家的仪式清明就这么毁了。 当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,老罗更是感觉天都要塌了,直接瘫倒在地,只是因为一些螺丝最终落得这幅田地。 当事件传到网上后,很快在全网爆火,网友们也议论纷纷,各种意见也是层出不穷,有人认为法官做的对,毕竟物以恶小而为之,今天捞螺丝,明天去炸鱼,后天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了。 不过赞同的声音并不多,更多是还是反对这个女法官的声音。 网友们表示,这只是一个老人家想要给孙子抓点螺丝而已,根本没有什么危害社会,总之对这位法官的判决是口诛比伐。 总之,我们不能只看到法律的严肃性,还要看到人情的温暖。 那么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?